什么是轻古典 设计师要如何发挥小空间大利用 专家还要告诉你 如何利用系统柜来做设计 独一味的装潢资讯 就在幸福空间哦 相信电视机前面很多观众朋友 都有满意收入的经验 那什么时候要找设计师呢 倩云的建议是在课边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位好的设计师 那么就可以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哦 詹芳梅设计师十五年的设计经历 可以说是空间的美画家 每一次的作品 都将空间规划到淋漓尽致 今天倩云要带各位看的这个家 其实很多人在选房子 都有这个问题就是 我什么时候要找设计师 是我房子在预售的时候 就找设计师 还是我城屋都买好之后 再跟设计师来商量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要来请教一下詹设计师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在课边的时候 就得找设计师了 Bingo 正确答案 对 以我这个案例来讲 其实这个案子 其实室内不到三十坪 不到三十坪 所以它又要隔成三房两厅 然后希望有个独立的厨房跟餐厅 再希望有个很完整的Lobby 还有有Lobby区 对 所以说其实它不找设计师 是不可能的 但是通常如果你在城屋的时候 才找设计师 其实要花的费用更多 其实我觉得好比说 要把墙敲掉 工期很长 是 我这样问喔 是不是如果我在课边的时候 设计师就帮我规划 哪几道隔间墙我不要 我空间要怎么样子来规划跟设计 那我那些退掉的墙的部分 非用键上也会退给我们的 当然 当然 今天在这个三十坪不到的空间 你个人最喜欢 最满意的手推空间是哪里 当然是玄关咯 OK 各位三十坪不到 有个Lobby区喔 我们带各位去看一下 那三十坪设计师听说在玄关这里 有一个屋主很喜欢的设计 是的 是哪里 就在我们的后面那个照片墙 对 这是他情侯规划当中 一定要的一个诉求之一 那他希望这道墙壁是他们 生物中的一个小缩影 不管是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啊 或是要出门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墙 那在玄关这个地方 我发现你的穿鞋椅 都颠覆以往我所看到的 那种比较自私造方形的 你做了一个非常有曲线的 这个穿鞋椅 是的 那它这个有曲线以外 它其实还呼应我的天花板 天花板是画两个大圆 因为它的屋高够高 所以让整个空间感会更协调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一进来Lobby玄关区 就有大气的感觉 是的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一直会用Lobby这个字 在这个三十坪不到的空间里 是 事实上你就是营造出来 让我有这种感觉了 没错 它三十坪不到 可是它这个纵身 玄关的纵身有两米八 然后再者 那倩宇你的右手边 也是有个鞋椅 那个大意的收纳 还有一个穿衣机 是 没错 然后再者就是我这个鞋柜的后面呢 还是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储藏室 放些皮箱啊 好 那些电扇啊等等的 然后可以打开看一下 OK 可以 这边 收纳是很足够的 所以 你这个还把它往下做深的 没错 所以这样讲好了 我玄关一进来 你的这个鞋柜 它本身兼具了可以挡穿挡扎 然后有实用的收纳功能 是 同时我刚绕了一圈 他好像是三面都有功能 没错 另外一面是走到端井柜 端井柜 是 然后在对面的部分就是你的 大型的收纳柜 收纳空间 是 没错 所以你看哦 这就是在 预售屋的时候就找设计师 他就可以帮你把空间做这么完美的规划 是 好处多多啦 好处多多啊 好处多多啊 感谢观看